其实是可以的 但近期 譬如上周Google在香港开数据中心 我觉得这个公道点要赞回政府 它做得慢了 被我们推了、骂了很多、叫了很多年 终于近年多 政府对于很多公司 如果它要找地去开数据中心 就方便了 这个案子未必是Google的案子 Google自己淫了这么大笔的钱 只有两亿多 太多钱 或是不在乎 它说是买地 买地未必像其他公司 用工业村 工业村应该不可以买 但可以长期的租用 去做厂、甚至数据中心 其实直至一、两年前 政府仍在很多过去的地震政策 不让人在工业村做数据中心 直至大约两年前才逐步开放 已经眨眼看到日本电讯 甚至有本地电讯公司 或联交所 明年或明年年底 可能会有它的大数据中心 在那里出现 其实数据中心本身 不是聘请很多人 但会带动很多行业 而且它会带动了之后 就会令到很多 例如港交所 开了数据中心之后 就会有很多人要写 各种不同的程式 各种不同的名称 卖机的人很开心 其实带动了整个行业 也会令到一些金融公司 用港交所的例子 更有理由留在这里 不用搬去其他地方 以前政府的政策 只建一些甲级的写字楼 你建了一些IFC 都搬进去便可以了 但当时正正发觉 原来那些公司说 我的数据中心在哪里 政府就说 是你要的什么 搞了一轮之后 终于让他们建了一些大型的数据中心 例如在工业邨 甚至开始有一些在其它工业区 活化工下的政策又开始有效 搞了几年之后 这方面其实都是一些 我想香港的基本工要做好它 多些条件理由就是外资或本地公司 不需要将一些基本的运作官去其道 你已经对于带动 令到IT基本的设施可以留在香港 已经对整件事有很大帮助 好的